大家好我是Aaron 那我們這一週呢 就延續的上一週 繼續講我們這趟旅行中 相關的訂訪部分 會從柏林開始講到維也納 那 跟一些新來的朋友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頻道呢就是專門做 旅遊景點部分的介紹以及 相關的旅遊行程規劃的部分 希望能對大家有幫助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那離開了法蘭克福之後呢 我們下一站來到了德國的首都柏林 那按照往例我們先找出柏林的中央車站 德國柏林 中央車站 那柏林的火車中央車站是只有一個 他不像法國有五個車站 他是只有這麼一個柏林的火車總站 那我把地圖稍微放大一點點給大家看 他的中央車站在這裡 然後說實在因為他的旁邊像這邊都是河 所以 所以這個河這邊呢是 沒有什麼好逛的啦 就是你了不起就是沿河步道 然後這邊是醫院 這邊是公園 所以他唯一能住的呢是 如果你要選擇住在 柏林中央車站前面的話 他唯一前面能住的大概是這一塊 但是 我給大家看地圖就知道為什麼沒有選擇住在這邊 我就直接把這個Google map上面不是那個小人嗎 就把他放到這個上面看 你就可以看到 這是柏林的中央車站 他的後面 就是 長得很荒涼 當然因為這個地圖是2009的地圖 德國好像有一些相關的政策 所以他的 地圖的街景都是很久以前的 但是說實在現在柏林的中央車站前面 比這邊熱鬧 一些 有開始有些大樓但是 相對的並沒有那麼好逛 並沒有那麼方便 然後因為德國是二戰的時候 柏林被 摧毀的很嚴重 所以 我個人覺得他們並沒有所謂的什麼老城區新城區的劃分 感覺他們的 建築物都是後來重新建起來的 但是有幾個 比較重要的這個景點我們會去的 第一個是布蘭登堡門 然後再來是 這一塊 是博物館島 這一塊是博物館島 然後這個是 威廉皇帝義紀念教堂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查理檢查哨 就是都很散 他其實就是散佈在 這個 地圖 四處這樣 然後這邊有一個哈克雪市集 這我有去看 對 就是這一區 這一區感覺會比較多 一些景點 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在居住的時候 恩 就沒有一個說 好像可以 就住在哪裡然後 就都很方便 所以我們當時在找 柏林的住宿的時候 我們單純就是找 交通方便的地方 所以 那要講交通方便的地方 我們就會 第一我們就會找那種 雙捷運的 交會點 在這種情況下呢 我會推薦有幾個捷運站的周邊 不錯的 一個是 威廉皇帝紀念教堂的 旁邊 這一 這一站 這個捷運站 這個 恩 因為他是三個捷運的交會 所以 其實住在這個捷運站的周邊 我覺得 住在大概這個位置 都還不錯 如果大家可以記一下 就是這個 WITTEN的這個捷運站 這是其一 好 那除此之外呢 如果不是住在這個捷運站 像我們這一次住呢 是住在 查理檢查哨的 上面這個 捷運站 這個 因為 這個區塊 這一個區塊 是一個 就是 很多商店 很多商店 很多商店街的地方 所以我們選擇 住在這個捷運站 然後他 同時也是 兩條捷運的 U2跟 U6的交會線 所以其實我們這次選擇 住在 這個捷運站的旁邊 那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捷運站 我覺得不錯 就是哈克學市場 這個捷運站 還有更多 他是四條交會線 加上地面電車 加上公車 所以如果 有些人 我看到有些部落客 他會介紹 就住在這個哈克學市集的 這個周邊 這邊 這個周邊 是不錯的 所以這三塊地方 我是覺得 都 還蠻適合住的 然後這一次 我是選擇 住在查理店 到旁邊 柏林的這一間 其實在 Google上面的評價 是很好的 然後在同個區域中 其實他的價格 也算比較便宜 但是沒有預料到我們住進去 他真的太像青年旅館了 然後我們的房間外面就是一台 販賣機 所以很多年輕人會在外面 投販賣機聊天 所以我們晚上被吵得睡不著 然後他的入房率好像蠻高的 所以我們也沒辦法換房間 所以 櫃台的處理的 方式也沒有到很快速 對所以其實以我們自己來講 我是覺得這件還好 那離開了柏林 我們下一站來到了 德勒斯登 所以這邊先找 德勒斯登 中央車站 車站 OK 然後就會 他怎麼會跳到這個地方 德勒斯登 車站 好的 德勒斯登也只有一個 比較大的車站 那這個是他的 我把地圖放大一點 那這個是他的 中央車站在這裡 然後他的老城區 在 上面這個區塊 就這個 這個區塊算是他的老城區 所以 比較重要的一些景點都在這個老城區裡面 那這一次我們選擇住的呢 是這一個 Intercity Hotel 那德勒斯登火車站 他並沒有 很 裡面並沒有很多商店街什麼的 但是他的旁邊 就是 這一條 這一條 路 走進去的 這個 那個路上 沿路呢 都是商店 都是吃的 都是百貨公司 所以其實 沿著這條路走 就火車站走出來 沿著這條路走 你就不愁吃了 你也不愁 沒有 就是沒有地方可以逛 所以我是覺得住在 火車站的旁邊 這個Intercity 還不錯 這個地理位置 是非常的好 那我們這間房間呢 算蠻大間的 他給我們的房型是 兩個房間 但是中間有個門 他是可以兩戶可以打通的那種房型 很適合 家庭出遊的房型 然後呢 你在這間飯店 就是你直接從 房間往陽台那邊看 可以看到 火車進出火車站 還有就是包含我們去的時候下雪 就是都蠻漂亮的 然後他也是那個 Intercity Hotel的 連鎖店 所以其實他也走的比較是 商務旅館的風格 所以裡面就是中規中矩 乾乾淨淨的要什麼 該有的東西都有 離開了德勒斯登我們下一站 來到了布拉格 布拉格這邊的話 說布拉格的 布拉格火車走站 就可以找到布拉格的火車站 那他的比較大的火車站也是只有一個 那我把 地圖稍微放大一些些 他的火車站 再大一點 這樣看比較清楚 他的火車站在 這裡 這是他的火車站 然後他老城區 大概是 這樣子 這一塊 是老城區 然後 這個查理大橋 沿著查理大橋 到上面是他的城堡區 所以其實 他是 一連貫 直線的啦 你真的要講的話 這個區塊其實也是 適合住的 這一塊當然也是沒問題 就是你要去火車站 要去老城區 都方便 不過 我們這一次 我以前 在住布拉格的時候 我會住比較遠的 飯店 但是這一次我太太找的這一站呢 是在 Florons 這一站 就是我一直跟大家介紹 因為Florons 他是 你看一點開來他就出現了 他是紅線 跟火車站的話 他只有一條捷運線 就是紅線而已 但 Florons他是紅線 跟這個黃線的交會 站 然後同時他旁邊也是 整個布拉格最大的公車站 所以如果你不是搭火車 來到了布拉格 而是搭公車 來到布拉格的話 其實你就是會到 Florons 這一站 那我們這一次是選擇住在 Florons 旁邊的 這個 這一間 飯店 然後 他 他的地理位置條件很不錯 他要進老城區 因為我剛講 老城區是在 老城區大概是在 這個位 就是老城區大概是在 這個位置 然後 這個是 這個是 Florons 然後我們是住在 這個地方 所以他要去老城區也不錯 然後他要去搭捷運也方便 重點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他前面這邊就有 電車的 通過 他其實這邊不是只有這條電車通過 他是好多條電車通過 但是在這個 馬路上面我們 直接站到飯店外面的馬路外面就有一站地面電車站 所以其實這個交通位置是非常的好 布拉格的這一間呢 他的交通非常的方便 他前面就是有軌電車 而且走沒有多遠就是一個 車站 站牌 所以 如果要進老城區的話就直接從這邊搭的非常方便 雖然他樓下有一邊是 賭場 是Casino 但是那個出入口跟飯店的出口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飯店的早餐呢 是 很便宜 所以如果你要加定他們的早餐 他們早餐是吃到飽的類型的早餐 我會蠻推薦要加定他們吃到飽的早餐 那他有 飯店內有附熱水壺可以泡茶 方便 離開了布拉格我們下一站來到了匈牙利的布達佩斯 但是因為布達佩斯有兩個火車站 所以我們先搜匈牙利 布達 布達佩斯的火車站 然後就可以看到 沒有關係八糟的 OK 這張地圖這樣看比較清楚 我就直接在地圖上面跟大家說明好了 這個大小應該可以 布達佩斯有兩個火車站 上面這邊呢是布達佩斯的西站 然後這下面這邊是布達佩斯的東站 那當然你要住在火車站的旁邊 是可以的 這沒有什麼問題 但因為他的景點大多在 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布達城堡 魚人堡 什麼森伊斯特萬啊 然後中央市場也在這個 中央市場在比較下面的地方 在下面一點 所以其實 你要住在這個區域 當然是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你要住在這邊比較 稍微比較 沒有那麼熱鬧啦 所以你要住在紅色這個區域 當然是沒什麼問題 但像我們這次呢 就選擇住在 最適合的 捷運站的話 我個人是認為 也是這個捷運站 因為這個捷運站呢 他是 兩捷運的交匯 你可以看到他是 三捷運的交匯 他是 M1 M2 M3的交匯 他在這邊 然後同時這個是 地面電車 大家看到這邊有一條 比較細的線 這是地面電車的 開始的地方 你看這邊有 四個地面電車的 路線 所以其實住在 我個人覺得 個人 個人覺得 住在 這個 這個周邊 是非常不錯 如果你是住在這個周邊 是非常不錯的 不過因為我們這一次呢是 用那個叫做hotels.com 因為我們 來歐洲那麼多天 所以其實hotels.com他 入十晚有送一個晚上 能夠使用這個優惠呢 我們就找到了 這一間 他 他的位置在這 當然他距離下面的這個捷運站也很近 這邊下面有一個捷運站 然後距離他也沒有很遠 都是走路可以到的地方 然後他前面 他前面這個有軌電車 的線呢 就有 他的門口就有一個 這邊大概就是這邊就有一站 所以其實一走出來就立刻有一個有軌電車 的站可以搭 算是很方便 那布達佩斯我們住的這一間 他並不是那種 連鎖的飯店 而是 公寓形的 酒店 他一共只有15個房間 但是每一個房間都非常的有特色 房間的 大小是很大 他的廚房 跟他的廁所 其實都非常的乾淨 他的交通環境是 交通的位置是非常的好 走路到捷運站 大概一分鐘 然後 如果你要搭油軌電車的話 前面就有一個 站牌 可以搭油軌電車 那這個電車甚至可以直接通到中央市場 非常的方便 而且你入住的話 他有免費附贈早餐 那早餐的品質 我覺得是中等啦 但也還不錯 然後還有附贈 一瓶香檳 對 就是還有送我們一瓶香檳 那最後一站呢 我們來到了維也納 我們這邊先搜尋 維也納 中央車站 然後維也納 維也納呢 也是只有一個比較大的車站 他沒有很複雜 那 車站在這個地方 我先把地圖拉大一點 OK 這個大小應該是可以的 那 中央車站在 大概這個地方 這邊是 這邊是中央車站 然後 然後 他的老城區 其實他的 他的景點也很散啦 但是 主要的老城區 是 這個地方 那 當然有一些景點是散落在外 比如說像美全宮在這 然後 美景宮在這 這都可以去逛 或者都是可以透過捷運去逛 但主要老城區在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你要選住宿的話呢 當然 你住在這個區域是 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 你要進老城區也方便 然後你要搭火車也方便 的狀態 但是這個區域呢 還有老城區這邊 我看有很多住宿的地方 他的問題都是一樣的 就是 很貴 所以呢 我 我們 應該說我每次去呢 我所選擇的 這個 居住的 飯店的區域呢 大概是這一塊 大概是這一塊 這一塊呢 就是我要去 去搭火車是方便的 尤其是冬天 去的時候 有下雪 或怎麼樣 拉行李 也不會拉得太遠 然後 如果 我今天 想要進老城區的話呢 這邊 有一站捷運 這個紅線呢 會直接 帶著你 進入老城區 所以我只要住在這個捷運站的周邊 或是火車站 因為其實他也是有連到火車站的 好這邊也可以上 上這個捷運 所以我就住在這個區域呢 相對來說 都是很方便的 而且這邊的飯店的價格 相對的是比較便宜 其實如果看價格也很簡單 就只要輸入 飯店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他的價格是 你看這邊的價格大概是一千 你看最便宜的看到一八七二嘛 就日期我們都不管 好隨便選一些日期 然後 你看便宜的一千三千 這邊有沒有 三千 然後往上走 這邊就五千四千 中間這邊選擇 的 的選擇也比較少 然後如果進到老城區呢 一萬一萬一萬 好兩萬 所以上面都是老城區這邊都是很貴的 那 我們自由行背包客比較 追求的是CP值嘛 所以 火車站這邊既方便 有很多吃的 很多逛的 然後 要進老城區 搭個捷運就到 房價 相對的便宜很多 好那我們講維也納這一間 維也納這一間呢 他距離火車站跟捷運站跟 地面電車站都很近 所以交通位置非常的不錯 那他的 打掃並沒有每天打掃 不過你如果有什麼垃圾的話 放在門口 他還是會幫你收走 他應該是只有在 Check in check out 或者是你有特別跟他要求的時候 他才會進來打掃 他不是24小時的櫃台 所以 如果你在那個櫃台沒有人的時候 你就得必須要自己 Check in 或 Check out 但是 來歐洲那麼多天也碰到了幾個飯店是這樣 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講是還好 然後他房間裡面 算是很精緻的 內裝 然後小廚房也是一應俱全 他還有附膠檬咖啡機 然後這間飯店 他旁邊其實就有餐廳 那轉角處 走不到一分鐘 就有一間大型的 連鎖超市 對 所以也蠻推薦這一間 給大家知道的 那這就是我們所有的住宿金額 然後 因為我們是 總共去了35天 但是因為扣掉前後飛機 所以總共是住了33個晚上 有時候有些城市他是寫 什麼加什麼 是因為 比如說像慕尼黑 我們是 第一晚上因為遇到跨年夜 所以就先訂了一個 然後面的幾天又在 訂了另外一間飯店 所以 這是有做家總的 那在法蘭克福是因為我們當時是 決定在法蘭克福多待一天 所以我們訂了 兩天之後 然後後來又再追加了一天 的住宿 這樣子 那相關的其實我所有的 訂房的 這個 頁面我都有放在 每一天的那個 介紹裡面 我們總共是 兩個人 花費了 九萬兩千兩百七三 然後 一個人的話呢 就是 四萬六千多 這樣子 然後平均每晚 每人是 一千 四百塊 算是 還可以接受的範圍吧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全部的內容啦 那 這次的飯店呢 我們大部分都滿滿意的 不過 柏林的部分 我們下次就會想嘗試 其他的飯店 然後這些都是我們的 親身體驗 希望可以對 歐洲自由行有興趣的 你們有些幫助 那這一期的內容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還希望你們可以給我們鼓勵 幫忙 訂閱跟 按讚 那這一期的內容就到這邊啦 我們下一期 影片見 我們下一個人的工作 或許 在這邊 下一個人的工作 下一個人的工作 我 可以